大家好啊 前两天啊 订了一台车子 昨天我们去县城把它开回来了 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子呢 是因为明年炎炎啊 要上幼儿园了 我那个车子啊 是手动挡的 小凤它开不合适 我们这边三路都是上坡下坡 手动挡的话 它操作起来 我感觉太危险了 还有就是我也不放心 所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啊 就订了一台这个入门级的自动挡车子啊 这个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自己经济实力有限嘛 这个是一台极力的汽车 极力远景X3 就是车子比较短 只有4米啊 小缝开的话 我感觉非常合适 空间其实还算可以 后面盼盼和盐盐的话 两个人是够做的 小凤它有点激动啊 开仙我觉得有点浪费钱 看到的菜子我觉得还是有点好看 对呀 现在国产车已经造得很精致了 我们来是高配的 对的 我们这个车子是首付4.1万 然后贷款了3万3总价下来是7.4 然后我们做的分期是厂家金融18个月免息的 因为明年可能我不在家 所以说趁现在买人嘛 让他开熟悉 开熟悉 明年他一个人在家的话 送小孩也我也放心一点 这个车后备箱有点小 是哪样的 哪可以拿着装箱子的 等一下嘛 我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你把这个切起 他自己的那个都贴上了 嗯 那我宝宝在车上吧 不安逸 不安逸 还好有点好看 不过这个颜色 好看不过这个 很小巧很迷 不过你去坐一会儿上啊 坐一会儿 我看小看你这都安逸了 嘿嘿嘿嘿 还是多不个人 虽然小这个车子 哎 坐得倒哦 这是有个漆漆和新菜的一头 从里来开熟悉 还打过味道 还打过味道 还打过漆漆 嗯 我拿它 还可以哈 明年送他们两个 可以可以 嘿嘿嘿 这个是妈妈的了嘛 妈妈 我要那个 这个车子啊 昨天都是我开回来的 小峰他还没开过 等一下教一下他 虽然是自动挡 但是他也搞不清楚 那是我的车子吗 对头 妈妈的车子 哎 哎 好 这啥菜都是 嗯 那现在是 现在是停车的 对头 现在是停车的 如果我要走 我都要挂这 我还倒 那你感觉好 你啥菜菜都不放 挂吧 嗯 挂了哦 嗯 有个布布 哦 那是 倒档 倒档 倒档而倒车影响都出来了 哦 看到了 来来 嗯 还是挺惊喜的 这个倒车影响 嗯 对头 那这个挂在最后 你刹车放他都会走哦 哦 那我不敢放 嗯 停车的时候 推的皮鞋都行的 那是倒档 嗯 对头 其实那个自动很简单 主要是 刹车有门的 不要搞混淆了 嗯 我晓得 该刹车的要刹车 嗯 该家有才家 你没搞错了 还是有点危险 自动的 还不 没得你想想的那么怕 胆子 胆子大一点 我相信你应该是没问题的 别哥都行 我为啥都不行了 发表一下你的心情吧 哈哈哈 心情了 嗯 刚开始本来是我不太亲爱 我不太想念 我觉得太花钱了 我当时我看到彩子 我还是觉得还是有点喜欢 很漂亮 嗯 有小巧 嗯